火爆全网的仙剑3当初居然被这么多人婉拒了 作为唐人近20年来的巅峰之作 当初仙剑3在拍摄时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当初在选角时 制片方一眼就选中了霍建华来试验先锋道骨的徐长青 但剧本都送上门了 却被对方以档期有问题为由婉拒了 所以剧组就只能来找其他男演员世系 虽然期间贺君祥、邱泽、古剧姬都曾接触过这个角色 可挑到最后这几个人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出演 而且李岛对自己的首选项还是不死心 觉得霍建华的形象好一态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身上自带的清风际月的气质 真的是太适合这样一个禁语系道士了 所以几番斡旋终于给仙剑3磨来了霍建华 果然猎女怕蝉狼啊 是胡不是霍是霍躲不过 被霍建华拒绝一次还不算 这胡哥当初也拒绝了李岛的邀请 当初在筹备仙剑3时 剧组十分尊重原主粉的意见 甚至专门为此搞了个投票 虽然胡哥因为在先一中的良好表现 以绝对的优势成为榜一 但当时的他刚刚遭遇了车祸 身上的伤好了 但还是担心自己脸上脖子上缝了一百多针 状态不好担任不了主角 并且景天在人设上与李逍遥还是有些相同 胡哥也非常担心自己会再演出来个李逍遥 刚开始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会担心自己会去重复李逍遥 因为说实话从个性上来讲 人家两个觉得很还是很接近 所以最初也是十分坚决的拒绝了李岛 但是咱先三剧组主打的就是一个坚持 那霍建华都给自己磨来了 胡哥还能磨不到 于是频繁找胡哥沟通 还答应给他重新设计造型遮挡眼角的巴 就连拍摄日期都愿意为了他延迟 那这样的诚意也是让胡哥十分感动 所以耐下心来重新看了一遍剧本 而这次他发现景天与胡哥 虽然都是吊儿郎当的 但两个人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思量再三胡哥决定接下这个剧本 而胡霍都是拒绝了先三 唐音却是被换了角 最初唐唐在先三试镜是雪剑这个角色 结果这戏拍着拍着 制片人突然觉得唐音并不适合雪剑 反而越看越像子萱 这下有了风情万种的女娃后人 其实是在整个剧组开机了差不多十天以后 然后我才是被临时招进剧组的 杨敏居然是被先剑三从隔壁借来的 当初先三就唐雪剑这个角色考虑过许多演员 像是啥张绍涵 安逸轩 林依晨都来试过戏 但都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 好不容易找了个形象气质上符合的唐音 拍着拍着 制片人与导演却觉得 这哪是雪剑呀 这不是子萱吗 所以也被换了角色 但唐音这一换 雪剑这一角又空了下来 作为一个特别重视游戏原著粉的剧组 自己选不出来满意的 就搞了个网络评选个大众满意的 谁知道活动高上线不久 杨敏的名字就已经在评论区里被刷屏了 剧方也非常的懂事 立马顺着网友的意思就给杨敏递了本子 但此时的杨敏早就有了其他戏的邀约 而且这部戏还是李少洪导演的《新红楼梦》 之前一直在拍另外一部戏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红楼梦》 然后那边的档期也卡得很紧 因着八九版《红楼梦》的热播 与李少洪导演之前大名公词的好口碑 《新红楼梦》的拍摄当然是万众瞩目 但杨敏在拍摄《新红楼》时 却时不时的进入不了状态 情闻的戏份虽然不多 但是十分吸睛 因此杨少洪对杨敏的期待很高 看着他进入不了状态也是很着急 不惜说出出演不好恨你一辈子 这种话来激励他 我说如果这个情闻你没有演好 我会恨你一辈子 但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让杨敏在《新红楼》的拍摄 都笼罩在了巨大的压力之中 一个情闻就够折磨杨敏的了 再加上当时的公司还不允许尬戏 因此杨敏只能婉拒 但杨敏的拒绝却引起了广大吃瓜网友的不满 甚至有人将电话打到了经纪公司 只为让杨敏出演雪剑 迫于舆论压力 无奈之下 《仙剑三》和《新红楼梦》这两个剧组 只好坐下来商讨解决办法 最终得到的解决方案 就是《新红楼》出借杨敏给《仙三》 然后玩《仙剑三》的时候 其实自己就是雪剑派 然后就是很喜欢雪剑的这种性格 这些东西可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 而杨敏呢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进组后认真研究剧本 揣摩雪剑这个人物 连原作中的待机动作都演了出来 也难怪导演都说 杨敏很像游戏的那个角色了 杨敏其实就很像那个人 很像那个雪剑那个人 森丽帮蓝莹莹拿到幻璧一学 他却因管不住嘴被导演警告 蓝莹莹当初虽然试戏成功 拿到了幻璧这个角色 但这次的试戏 是他在拍摄画壁的间隙去的 所以等到《甄嬛传》开机时 他发现两个剧组 有几天的戏份是重合的 虽然当时大家对杂戏的反感度 还没有那么高 但毕竟这也不是啥好事 所以要想不杂戏 蓝莹莹只能选择放弃《甄嬛传》 党期和画壁的撞期了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说我要演画壁的话 我就演不了《甄嬛传》 是这样的 而这件事能解决 还得是孙力出面 娘娘作为画壁的主演之一 对于能继续和蓝莹莹合作 也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也不愿意让她 失去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于是主动和《甄嬛传》剧组说 自己刚从上一个剧组杀青 所以想要休息两天 调整一下状态 也就是这两天 让蓝莹莹的时间 一下子就充沛了起来 不仅可以完成自己的处女作 还能顺利进组《甄嬛传》 孙力姐姐就帮了我一个特别大的忙 她说我打算杀青了以后 跟《甄嬛传》的剧组说 我可能要休息两天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你的档期就刚好可以调 错开了 可以说要是没有娘娘 我们可能就看不到 蓝莹莹版的换币了 而进了组的蓝莹莹 因为年纪小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 众多姐姐们心疼的小妹妹 虽然戏里针锋相对 下了戏 大家都会特别的照顾她 不仅告诉她 这横店哪里有好吃的 还带着她出去吃夜宵 吃完后 蓝莹莹还深受端飞姐姐的影响 学会了养生 各种滋补的雪梨啦 银耳啦 就各种吃 再加上《甄嬛传》的戏 大都属于一群人 坐在那勾心斗角的文系 基本上呢 没有那种体力消耗 特别大的武器 所以在拍摄期间 蓝莹莹直接胖了20斤 但可怕的是 连蓝莹莹本人 都没有发觉自己的变化 还是正导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给人拉到一边 劝她 闭呀 咱不是纯儿啊 本身就是吃货人设 吃的胖胖的 可爱还不出戏 幻璧本身就是个 纠结矛盾的苦情角色 吃胖了上镜也不好看呀 咱还是少吃一点吧 这才让蓝莹莹发觉了 自己身材的变化 到有一天导演 把我拉到一边说 幻璧 那个 咱们能不能少吃一点 你都胖得不接戏 为了保持身材 也只能是收工之后 与华菲娘娘健身房间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子们还要啥想看的 记得来评论区里留言翻牌子呀